你好,我是福把,职业临床营养师,分享有用有趣的营养知识。 今天的话题是胃病,一种常见的消化道问题。 山药,方法,山药去皮洗净切片备用,不用洗去粘液,胡萝卜切片备用,少许葱或者大蒜切碎,这多加少许橄榄油或者花生油,放葱酸出香味, 然后加胡萝卜绿微翻炒后,加入山药翻炒至半熟,加水就可以换锅,水太少山药容易粘锅,加入适量盐,一点点糖,这时候就不要翻炒了,山药容易碎,绿微摇晃锅即可,喜欢脆的时间短些,喜欢面滴时间长一点。 小米南瓜粥,小米油米黄结支撑,小米粥有暖胃和安神的作用。 南瓜性温,含有卫生素和果胶,果胶可以保护胃肠到粘膜,免受粗糙食品的刺激,促进肺疗面愈合,食育胃病患者,是最好的养胃蔬菜之一。 这两样搭配,两位护胃效果一流,做法超级简单,注意,反流性是管炎的朋友不适合喝粥。 方法,小米洗净,南瓜绥皮洗净切块,放入电饭包加水,干吸,爱个人喜好自己调节,煮好后搅拌打碎南瓜,成了。 秋葵,秋葵含多种营养成分,过时间有果胶和糖类组成的粘接,可保护胃壁,还可促进胃肠蠕动,防止便秘,事件未溶肠食材。 凉拌秋葵是最简单的吃法,谁都会做。 方法,秋葵洗净放入开水中烫熟,只要两分钟,太书口感偏软反而不好吃,捞出秋葵入冷开水阵,一下保持秋葵的脆欲。 海鲜酱油加入蒜末和少许糖提鲜,浇在秋葵上就好了,不怕喜欢吃辣,可以撒上最红辣椒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